欢迎收听11点543 我是主持人谢彦荣 今天进行法律543 大家这个住家楼下的公用停车位 是不是常常会被花盆拉 或者是车子给霸占呢 其实住户大部分为了邻居的和谐 通常是敢怒不敢言啦 不过到底这样子一个路霸行为 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呢 今天我们要请教谢宗汉律师 事务所的沈蒙生沈律师 律师好 大家好 你家楼下有路霸吗 没有 怎么这么好 我们家是一个 比较等于是说新的社区 都有停车位 对对对 比较没有那个可以让你摆东西 站的地方 很干净很清爽这样子 但是之前租屋处 也是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可是目前台北市来讲 应该是大幅有改善 因为画设所谓的 巷道里面的人行道之后 你基本上是只有一边 你现在路霸也只有一边 很多住家前面现在都画红线 所以基本上现在出现路霸的这个机会 应该是大幅下降了 我们新北市还很多呢 请问一下到底路霸有没有一个在法律上的定义 或者是说它的一个规范的行为 哪些是受到规范的呢 简单先讲一下路霸的定义 路霸的定义就是说 我们是指如果用物品货品或障碍物去占用道路 或者是一些无形的行为来占用道路 有影响到人车通行顺畅 以及停车权益的部分 我们都归于所谓的路霸 所以说不只是我一定要实际上有东西去占位 我可能用讲话或者是阻止别人停车也算 所以我们常见路霸的种类 第一个我们分为有形的路霸 就是我们比较常见到的 用盆栽、聚马、铁链、一些废弃物 来占用所谓的位置 不管它是一个停车位也好 或者是一个空地也好 我们都称之为它是这个叫有形的路霸 第二种我们就称之为比较常见的是无形的路霸 是指我们用言语、文字或行为 等一些无形的行为将道路占为己用 我们就称之为无形的路霸 举个例子就说 例如说常常就是在他家门前 他也没有放个盆栽什么的 可是就有一个阿伯坐在那边泡沙聊天 任何人要去停他家门前的这个 所谓没画红线的地方 阿伯就会出来骂人 黑白塞田哦 对对对 但这样子他虽然没有用东西占 可是他实质的用他的影响力 用他的言语、行为 让这个地方没办法让别人有一个停车 或影响到其他人行车的安全 或停车的权益 他也是一路霸的一种 那我们法律上可以来处罚 或者是来规范 来管理这样一个行为 或者是实际的言行吗 可以 他在路霸的处罚的部分 第一个归于行政责任的部分 就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 第82条的规定 那这个部分是可以处以行为人 1200块以上 2400块以下的罚还 那当然除了行政责任之外 其实是路霸是要 有可能是要负担所谓的刑事责任 怎么说呢 那依照具体个案的事实 例如说他的路霸因此造成别人受伤 那造成其他的 或者是他有些强制罪的情况 他可能是要负担所谓的这个强制罪的罪责 或者是伤害罪的罪责 这个部分都是有可能 那另外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民事责任 他的路霸的行为如果导致别人受有损害 例如说别人停车停在那边 他为了要赶这台车走 他可能有些放弃啦 或者有些自破别人轮胎啊 这样一个行为他当然要负担 他所有的存害赔产责任 定要受害人来检举吗 还是说我路见不平 我就马上可以去跟警察说 这里有路霸 检举的部分就是说 不一定是要受害人 因为事实上面讲 你只要是用路人 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是受害人 每个人都有权利来使用 所以这个部分是 每个人只要看到有路霸 你当然你要检举的部分这都是OK的 我需要有什么样的证据吗 或者是说我要跟警察说 这谁的车啦 还是我只要打电话 叫警察来看就可以了呢 基本上是如果在台北市 我们就是打1999 非常好用的1999 那如果是在其他县市的部分 就是打110 那远警会到现场确认 依照现场状况来核实 到底谁是指的这边的 所谓的行为人 路霸的行为人 因为他可能是用一个物品 他可能是我们刚才讲的 无形的行为 那他要去核实 第一个 是不是有这个检举人 所称的路霸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再来就是 谁造成这个路霸的这样一个状况 行为人到底是谁 那他去核实确认 那他会回来通报 通报确认完之后 那他可能就会开单 那如果说 去到现场 没有发现路霸的情况 案子的部分可能就会回到这个最后通知检举人这边 他去到现场并没有看到这样子相关的路霸的状况 可能检举人就要负担就是比较大的局阵责任的义务 例如说他是在几点几分开始才会有这样的状况 因为他可能不是整天都在那边当路霸 他可能是为了他摆摊用 他才会有这样路霸的一个状况 那你可能要附上相关的这个照片的资料 那以便这个警察到场的时候 他确认这个行为人到底是谁 其实很多人也怕麻烦 所以我如果打了这个电话 我要在现场等警察到现场吗 还说我打了电话 警察你赶快去看 我就可以走了呢 就可以走了 就可以走了 当然这个部分就是说 大家要确认 第一个 是不是警察真的有到现场 第二个要确认你的检举 是不是有发生效果 那当然这个是你留下来 与否的自己判断的标准 看你想要坚持到什么地步 可是很多如果我是店家或屋主 我是在一楼 我前面是车库 那如果说我不去霸占 或不警告人家说 你这个不要停 我其实也会带给自己很大的困扰 因为很多人他也不太想要给你方便 他觉得我没地方停车 尽管车库前面我还是停下去了 那这样子也不可以吗 我上面说我这是车库请大家不要停车 这样子 基本上如果是在台北市 一般来讲如果你没有去变更你房子的这个所谓的使用执照 他的使用目的 你一楼基本上我们都是住家 或者是商家做商业用途 如果没有特别声明通通都是住家或商业用途 他基本上就不会是一个车库啦 除非他真的是这个所谓的车道出入口停车库的出入口 或者是你们这种机械式的或者是这种坡道 大楼的 对 这种部分当然没有问题 那车库前面当然不能停车 可是很多人是说他在自己住家的这个铁门拉下来之后 他自己喷车库前勤务停车 因为我的庭院就是挖了一块空地停车啊 对 但是事实上很多人这个部分其实都没有去变更使用执照 那也没有去申请主管机关在边划红线 所以基本上这样子还是一个路巴的行为 所以尽管你真的在停车 但是你要记得去申请变更使用的执照 这个东西很麻烦吗 或他的影响是什么呢 他的影响就是说你原本建筑物 他会有他的建造跟实照 那你就是按照你的 第一个我们在兴建的时候 你就按照你的建造下去做兴建嘛 那将来你的使用目的 你的用途就会按照你的使用执照下面 去做一个使用嘛 这是最简单的这个定义 那当然你现在就是说 我今天住进来这个一楼 例如说公寓一楼 我前面有一个空地 很多人都拿来当停车做一个使用 可是他当时的一个用途 可能是一个法定空地 或者是一个这个所谓的 约定专用的一个公社 那你今天要变更他的使用用途 理论上就要去变更使用执照 那在主管机关 在台北市政府这边 才会了解到说 他这边是做一个车库的使用 然后来画红线 那如果没有 今天这边既然不是一个 做所谓的车库的用途 他理论上就不能拿来单位停车 那既然这样子 当然前面不会画红线 不会画红线代表说 这样子一个没有画红线的地方 如果前面这块这个所谓的这个向道的部分 是属于可以临停的 或是可以停车的 那当然大家都可以停 那你今天要避免大家停车 你在上面喷了一个说车库前请停车 你事实上是跟摆盆栽 是没有什么太大两样的 就是刚才说的无形的路霸 那像如果说我家透天的话 前面是我家自己的院子 我停车 但是也要记得可以去申请画红线 否则的话别人还是可以停下来 当然 但是这边就区分说 因为这边到底是说 别人的停车是停在所谓的这个向道上面 还是停到你私人的土地上面 这个就会有不一样的 就你家门前那个地到底谁的 对 如果我们现在讲路霸的部分就是说 是所谓的这个障碍物或者是无形的这个行为或压力 来占用所谓的道路 这边的道路指的是所谓的工人车通行的 非私有土地的部分 纵然你是私有土地 也是已经公众通行很长一段时间 所谓的公用地义的这样一个问题 不是指的是私人土地 如果你今天是你家的院子里面 被别人偷偷停进来一台车 不包含在我们现在讲的路霸这个范围 我们比较困扰的是 我自己的院子可能停了我自己的车 但是别人把他的车停在我们家的院子前面的出入口 我又不能告诉他说这是车库不能停车 那屋主到底该怎么办 我每天车库门前被人家挡住 对 我就是建议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可以去申请划红线 你的出入口的部分 不管你是今天的做生意的进出的部分 然后或者是你车库的进出的部分 你都会去申请划红线 那如果这边是这个主管机关认为OK的 确实有这样子一个车库的使用 那这个部分划红线应该理论上都会通过 那他既然划了红线将来就是不能停车 如果有停车那我们马上请这个主管机关就可以来脱掉 所以你知道吗很多商家就是因为这样子又担心 因为如果我一旦申请划红线 我自己的车也不能停 也是红线停车 这个再来就是一个矛盾的部分 就是说大家只想着我自己停 别人不要停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定义的所谓路霸 就是你知道心里会很挣扎 另外有一种状况是说 像我之前看一个新闻 他说在新竹有一家超商 他前面当然超商停车为你来买东西 大家都通通都可以停 他就是要来服务客人的 但是有一些住户他就是没有停车位 我天天把车停到超商的停车隔去 店员看了都认识了 都觉得这样怎么办呢 最后就贴纸条去提醒他说 这个是我们店家用的 不要这样私人停车 但是这位车主还是不管照停该怎么办呢 事实上每人来讲 这个在所谓的大家的建议里面 大概有三种做法 第一种是大家讲说 那我们就大索索他的车 那这边当然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强调的部分 就是说很多人都建议说 既然在私人土地上面 或私人的停车位你被停车 那很多人都建议说 那接下来我们就大索索他的车 好坏喔 这个部分来讲是有可能 我不是说绝对一定会构成 所谓的刑法上强制罪 不过会有这样的风险 为什么说不一定 因为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啊 就是感觉有触犯强制的危险 其实很多人在讲到说 在探讨这个案件的例子的时候 大家会讲说 他是锁你的车 但是呢 他是锁在一个雾上面 你人如果不在现场 我们强制罪的所谓的这个犯罪 处罚的这个课题 你犯罪的课题是人 而不是雾 我今天锁你的车 但是如果你人不在现场 是不是这样就不构成强制罪 所以这个部分是 将来会不会成立 这可能要看这个实务上面的 法官的认定 对各个法官的 但感觉好像是个漏洞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成立了强制罪 那当然我们用大手锁边的车 我们反而惹上了这个形势的风险 这个部分 当然是不建议这样子做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好我既然不能用大手锁他的车 那我提告他 换我提告他强制罪 意思是说 他害我不能停在我自己的车位上面 所以他有使我行无义无之事的这样一个情况 有强制了我这样子一个状况 那这当然一个前提是说 他要有妨害你自己的车辆进出 这样一个状况底下 我们来告他强制罪 可能可能还会成立 例如说就像主持人刚才举的例子 我这里面就是停了很多车 他停在我的车子的出入口 把我挡住了 或者他停的位置 导致其他车辆没办法进出 这个部分 我们提告强制罪可能可以成立 当然那你提告强制罪 有这样相关的这个劳力风险跟时间 尤其是缓不积极 那第三种状况是说 我们这时候还是可以请警察协助 毕竟你停车的部分 只要他的还有悬挂大牌 他就可以以车牌追车主 这时候就可以联络到车主了 那你当然这时候就可以解下 当场这个部分 你车位被占用 或你出入口被所谓的堵住了 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建议第三种状况是 比较立刻可以解决大家的麻烦的 那最后一种状况是说 如果今天像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超商的这样一个案例 状况底下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私人停车空间 那我们是可以用超商的名义 在所谓的私人停车场 立下一个停车的规则的部分 例如说我们就把它当作 一个付费停车场来看 今天如果没有进来消费 你占用本停车场 那每小时就是以多少来计费 这是一个好办法 你就给他立个天价 每小时给你一千块好了 我看谁敢停 那你这时候他停了 第一个我们刚才可以请警察协助 这个部分如果他超过一天 超过两天一直都占用 我们还是可以请警察协助找车主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他接下来他就要面临所谓的民事 损害赔偿或者说他要给付 所谓的停车费用的这样一个部分 那多多少少都可以遏止 这样的行为发生 其实你说真的要找警察 大部分人还是怕麻烦啦 毕竟你要找警察来讲 要问你是谁啊 要一大堆的 大家想说这种麻烦能省就省 所以如果说我家门前 真的我要停车的时候 发现路霸 它可能是一盆花 可能是一个轮胎 可能是一个三角锥等等 上面不可能有名字嘛 那我向警察检举吗 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几个花盆 我自己移开就好啦 还要找警察来太麻烦了 我可以动手去把它移开吗 因为上面又没名字 我也不能告诉警察说 这是谁谁谁 这省率是放的 那该怎么办呢 当然我的建议还是打110或打1999 还是要找这个公家单位来 最简单最直接最没有风险的做法 警察说警察 我怎么家门口有一个花盆 然后他挡住我的停车 你来过来帮我看一下这个花盆吗 没有你就直接跟他讲说 你现在目前在什么样子一个地址 那附近是怎么样子一个状况 有什么样的路霸的状况 是以盆栽或是以废弃机车 或者是以废弃机车 做一个所谓的占用道路 这样一个情况 叙述完路霸的行为 叙述完相关的地址 那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你都发现有占用的状况 那现场你现在目前在这里 还是这样的状况 是不是请警察到场排除 以及就是如果有相关的路霸的情况 请他就是开罚单 所以我建议的状况是用这样的进行 为什么省律师不建议我们大家 去把这个花盆给搬走呢 第一个是说你单纯的把它搬走 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但是风险是在于后面说 你如果把它搬走 那路霸当场如果他也是 这是他家前面或是什么 你因此而起了纷争 这个部分是没有第三人在场的 是会让你自己陷入危险 万一有后面的纷扰的话 就你亲手搬的嘛 你自己搬的那你也逃不掉 接下来不管他诬赖你或是怎么样子的 不管我们基本上说你把它搬 单纯的把它搬离开 是不会有什么样责任没有问题 但是对方硬是要跟你起争执的时候 或者因此这样子 他就推了你一把 甚至说你们两个起了纷争 甚至说他将来告你违损 硬是诬赖你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付出的成本 是远大过于你打一通1999的成本的 所以说避免纷扰 是一个避免将来出了 这个所谓的争议的时候 你要付出的相对的成本 去赔这个陆霸 进行相关的司法程序 来证明自己其实是没有相关责任的 这部分我自己是觉得划不来 所以还是找1999 或者是找警察来帮忙 如果说这个是公开的道路 大家都可以使用的话 那像我们之前我们住家那个巷子 有一个邻居他就 我个人觉得是蛮恶劣的 因为他家自己本身是有停车位在里面 然后他为了要保留另外一个 可能我们家旁边很好停车的位置 他每次就把自己的车 从车库里头开出来 然后停在那个位置上 等他的家人回来 他的车子就回到自己的家 然后这个位置就空出来 给他家人停 那可是一般道路 本来每一台车都可以停 我停的也是车 我也不是花盆 也不是轮胎 这样到底算不算路霸呢 停车的部分就没有问题 所以可以用车子来站位 他不是说车子来站位 他的意思是 他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可能要理解的时候说 他是比较 看到那个空位 他就立刻把他车子停过去了 然后停很久 就是摆明 我就是要站这个位置 给我家另外一台车来停 但是他还是一个 他不是废弃汽车 他也是有排行驶的车子 他只是说他找出晚归 他只是家里离这个停车位很近 我就硬是要停这个停车位 形式上是一个 实质上是一个路霸 但是你在检举的层面上面 这样就很难成立 你要去告他 或者说要请警察发发单的时候 这样就很难去说服警察 说发他这个部分是路霸 所以可以用车子来挡路霸 我是没有这样子说 只是说这个部分在检举要成立的时候 就会比较困难了 再把这个案例稍微的延伸一下 他今天开着自己的车去路上 不要说是离家里近的 他离家里50公尺甚至500公尺 看到旁边有停车位停了 自己再走回来 这个时候会不会是一个路霸的行为 当然不是啊 那为什么5公尺就是一个路霸 500公尺就不是一个路霸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会有 现实层面上面的一个落差 跟法律定定的时候 会有一个落差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是说你要把路霸严格切 切在哪里 就怎么样的行为叫一个路霸 那以我们现在的法律的规定来讲 只能说就像限制在我刚才讲的 所谓的有形的路霸跟无形的路霸 那你今天如果是正常的一台车 我今天家里有停车位 我不停 我喜欢停路边 那我也很幸运找到一个路边的空位来停 这样子可不可以 原则上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我们还是很难说他是一个路霸 但是他心里面是一个路霸的 这样一个想法心态 但我们只能说我们处罚的是行为 处罚不是他的心理状态 大概是这样子 好啦没关系啦 法律处罚不到这样的路霸 但是所有的邻居都知道你是路霸 我们用眼光来谴责他好了 OK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下走